据台湾中时新闻网27号报道 台军今年的汉光39号演习 实兵操演将首度在桃园机场演练 反空降夺回机场等客目 有影响到旅客 也请这个旅客多多包涵 据台媒报道 台房屋部门在与台交通部门协调后 正式拍板 将于7月12号和19号实施预演 并在26号正式操演 操演时间都安排在上午 为避免影响太多航班 演习将压缩在一个小时内 近日将发布相关飞行通报 该部门称 台军会与有关单位密切协调 希望能将对民众的影响降到最低 然而对于台军的此次演习 岛内有不少质疑的声音 认为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我们空军已经被人家打完了 防空设施全毁 不然的话人家怎么可能去躲你的机场 据了解过去汉光演习的反空降客目 几乎都是在台中清泉港机场 及屏东满风农场等地举行 今年计划在桃园机场实施操演 出乎外界意料 空与台军假想所谓敌军 从逐围沙滩登陆后 试图夺取机场有关 针对民进党当局企图以武巨统 国台办发言人此前曾强调 民进党当局妄图搞武力对抗 以武谋独注定要失败的 越是搞事情越是离自我灭亡不远 虽然是离自我灭亡不远 特别耀寻